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接下来请收看东命日本慈悲红发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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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早期作为日本皇室的菩提寺 而被尊称为御寺全有寺 该寺原建物被毁于日本战国时期 重建后的寺庙 保存恢弘大气的唐文风格 其中佛寺大门、佛殿和其他十一处建筑 均已被指定为重要文化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寺中的杨贵妃观音堂 充奉着最初建筑者去自中国的唐朝杨贵妃观音像 左右两侧 云有十六尊菩萨像 经历灾变后 敬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嘴巴长脸大悲观音菩萨 嘴巴长脸大悲观音菩萨 心理意念观音菩萨 心理意念观音菩萨 好,那欢迎我们就是这样 身体一半 与主要消灭在满怨 嘴巴生命可以消除众生的苦 内心意念可以消除内心的贪嗔痴烦恼 所以我们身合意 意念观音菩萨 那今天也希望我们的眼睛、嘴巴、手 都变成观音菩萨 去保住众生 好 愿消三丈煮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愿罪障欺消除 心事惨清四沙沙 到来 没什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言中御氏派总本山仁和寺 仁和寺三号大美山 寺宗主尊为阿弥陀无来 1994年仁和寺与京都地区的古迹 则共同以古都京都文化才的名义 为联合国教科文主 知计入世界遗产之列 宇多天皇也在县位出江后 以法皇的身份在此居住修行 由于仁和寺住持 通常是由皇室或贵族担任 直到明治唯心之后 不再由皇族担任住持 除了宗教与历史上的重要性外 仁和寺也以其境内的樱花为名 约有两百棵被称为御氏英的樱花树 围绕着仁和寺的庭院 成就该寺院最灿烈的季节景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相传福建道河神社 是戴良时代 由伊律聚集宫 奉命在道河山山峰设置 用以祭祀 秦世代以来的守护神社所在 相对遍及全日本各地 约四万多所的道河神社 其位于日本京都市总管社 不见道河神社 这一境内所拥有的千本鸟居文 神社中的狐狸雕像 与狐狸造型绘法 被视为道河神使者 是求取公路及考运的学子们 最常选卦的绘法 尽管福建道河大社 最初的本店已于日本战国时期烧毁 待于明印八年时重建后的神社 也已被日本政府 指定为国家重要文化财 而受到特殊的包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视频来自于十 Oops 日本平安时期盛起的真言宗与天台宗两大宗派 在密教室上占有重要地位 此行赴日梦法继真言宗的高野山之后 海涛大河上也于大阪参访了天台中的别阁本山圆教室 且于京都外会进入真庄本圆寺台 龙虎山本圆寺 净土真宗本圆寺派 是日本净土真宗的最大宗洞 由法然上人的弟子清卵上人继承反卖而发展的教派 本圆寺在日本战活时期曾多次前席 后来又因继承分针 兄弟细强而分裂为东西两寺 其中继承人教部或德川家康支持托龄教堂 在本寺东侧 另立真宗本庙 同称为东本圆寺 人们于是将龙虎本圆寺 称为西寺 后来同称为西本圆寺 众人来到纪念清卵上人的运营堂中 一集主寺庙 绽子 两集主寺是在纪念清卵上人的运营堂中 最有限量的运营堂中 成立的ỗ达中 成立的奖刀 成立的奖刀 自立的奖刀 后赴刀 大赴 若 每天的奖刀 那么西方极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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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 大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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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米 阿弥 阿弥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南无大世智菩萨 南无历代祖师菩萨 一心顶礼,轻软上人 愿生西方净土中 九品莲花为附魔 花开见佛物无声 菩萨菩萨为伴侣 菩萨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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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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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救产大家 也为众人开示 信愿往生净土的 净土法门修行法药 我想净土法门在世界各地 特别是大书佛教 用各种方法去弘扬 所以我们也来到西本院市 无论如何 我们希望所有我们的 这些有缘众生 特别是来愿现世父母 愿生极乐 愿妻世父母 历代祖先 同生净土 愿冤亲在主 萧冤姐姐 得生净土 愿六道孤魂 往生极乐 韦提西夫人 先生死了 何止看遍 最痛苦的时候 那佛陀 那佛陀示现了 210亿个净土给他看 还看 210亿里面最壮严的 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就问出佛陀说 那怎么样 我能够脱离 这个世间的痛苦 贵为皇后 儿女不孝顺 先生又死了 这么痛苦 所以佛陀就教他这种信愿往生净土 往生一点都不可能 因为阿弥陀佛的本愿 48大愿 特别是18大愿 若有众生 有信心 乃至呢 一念乃至 你不能往生者 我不能成佛 所以各位在场的人 愿意往生 将来能不能往生净土 百分之一百 不过 话又讲回来 最重要 你要对这个世间要能够放下 放下不是放弃 好好的利用这个世间的一切 好好的修行累积功德 但是不要执着它 执着最容易表达的就是 你对儿女 你对先生太太 感情的执着 你对权力地位的执着 就放不下 这个世间唯一的真理 就是什么都会改变 所以要我们有这个出力心 厌力心 好好的使用它 但不执着它 所以这样就是 就代表空性 好美的天空 好美的花 我们好好的去使用它 但是不要执着它 只一执着它 就会让你痛苦 很简单的说 这个世界 凡是让你痛苦的 就是一种执着 爱或排斥 好美的家 然后再把它执着 就像一样的 那一种下风 是一种下风 那一个是那种 我们可以说 我们可以说 这种下风 就是一种下风 那一个是一种下风 就像一种下风 因為佛的身口硬去關心所有人、所有的世界 那當時什麼時候新的燈會暗掉呢? 讓你起了煩惱啊、嘆聲痴啊 就是不清淨啊 你有一心念佛啊 你的佛光就不能照顧對方 所以你亮起來,對方就亮起來 你亮起來,世界就亮起來 所以一心念佛,讓自己亮起來 然後呢,也可以讓對方亮起來 就像太陽出來 不管哪一方的冰塊都會消除掉 所以要保持一種佛心 念阿彌陀佛 就像剛剛講的 其中的上人一定是佛菩薩的華僧 身的太子是關心菩薩的華僧 法人上人是大四肢菩薩的華僧 那各位,今天來到這個祖師堂 共同堂,各位也做阿彌陀佛的華僧 好不好? 這個叫怨 這個叫怨 然後現在我們要有這個菩提心 法怨,承擔阿彌陀佛 承擔諸佛或上祖師大德 對整個事件的責任 不分天主教、基督教 不分任何法門 因為對方都可以發光 在侍延,承擔心 簽,承擔心 渡廚等身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这货车上就只有我 在丁波的路上行驶着 下车时才发现 这里的房子宽大干净 比起之前的破烂房子 舒适多了 这里的食物营养好吃 比起之前的穷酸厨鱼 好吃多了 这里的同伴活泼可爱 比起之前的孤独一人 有趣多了 这里大师傅笑脸迎人 比起那离别时的泪水 更让人难忘 庆幸的是 我逃离了被宰杀的命运 要不是我食量大 您或许会比较温饱 在这里 我也度过了安逸的十个年头 您还时不时长途跋涉 带着年迈的我 一起散步 聊天 谢谢您 让我度过这幸福的童年 也希望您能幸福安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个祖父 爸爸跟孙子 他们三个人住在一起 然后呢 这个祖父在干嘛 还在打铁 打铁 做铁匠 家里不是很有钱 那有一天呢 他的祖父跟爸爸呢 出去外面帮人家做工 然后 小孙子就在家里等嘛 守着家里 突然 有三个老人来找他们 结果这三个老人要找他祖父 然后这个孙子说 我阿公还没回来 你们先里面坐 先里面坐 我阿公等一下就回来 那这少人老人说 我不能进去 我等你阿公回来 他们就在树下等 然后终于他阿公跟他爸爸回来 他就 爸爸 阿公 有三个老人长得白胡须 有脸亮亮的来找你 阿公好高兴 为什么 阿公每天在拜这个三老仙 终于来了 仙人来了 阿公说你去赶快请他们回来 但是阿公 这三个老人说 只能一个人进来 不能三个一起进来 看你要请哪一个进来 他们告诉我名字 来 一个叫什么 财富 第二个叫什么 成功 第三个 健康 好 对啦 结果呢 他阿公 哇 只能选一个 阿公就说 哎呀 阿公现在老了 希望你们父子将来很有钱 所以请财富进来好了 结果爸爸说 哎呀 他就跟他爸爸说 爸爸 钱不重要 要成功 成功就会有钱嘛 来来来 请成功进来好了 结果小孙子要请谁 因为小孙子说 阿公 爸爸 有钱没钱没关系 我就希望你们两个永远很健康 阿公永远 这个最重要了 所以我想去请健康 他们两个 有道理讲啊 结果 他就跑去请健康神要进来 结果健康神要进来 其他两个要跟进来 你们不是说一个吗 结果 另外就讲了 如果你请财富 我就一个人进来 如果你请成功 我只有一个 但是你请健康 有了健康就有了财富跟成功 所以我们三个一起去你家 所以各位 健康这么重要 那我请问你 健康要从哪里来 要怎么做 如果有人问你 对 释迦牟尼佛说 怎么样能可以健康 跟我背 不杀生 多放生 照顾老人 孝顺爸爸妈妈 多不施药 得到健康 这个都是健康的原因 知不知道 但是最基本是不能杀生 要不要吃素 最好吃素 来调查一下 已经在吃素的举手 哦 鼓掌 好棒哦 谢谢 谢谢 你们是不是这一辈子都会吃素了 这一辈子都吃素好不好 如果你这一辈子都吃素 会不会跟那些猪鱼结仇啊 不会 然后你就没有敌人 而且你不容易生病 所以各位 还没吃素了 练习吃素好不好 好棒哦 好棒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